结婚当天 柳如烟的好弟弟突然晕厥 她丢下我陪她就去了医院 我妈坐在底下 看见这一幕当场心脏病发 可周遭全都是看笑话的 居然无一人帮忙 等我将她送去医院 已经错过最佳抢救时间 这时柳如烟才打来电话 实则你在哪 脂白病发需要你的骨髓 柳如烟 我们拜了 我挂上电话转身离开 这次我不会再回头 五年前我救了陈之白 骨髓移植成功后 柳如烟让我留下 说要报答我 我跟了他五年 今天我们举行婚礼 陈之白偏偏这个时候晕倒 我恳求他不要走 柳如烟掰开我的手指 实则人命关天 你怎么这么恶毒 他说我恶毒 根本没有看见台下的陈之白 睫毛微颤 他根本就是装的 我妈因为这是心脏病发 倒在地上 我哭喊着求人帮忙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 他们都知道柳如烟的心尖尖是谁 眼下柳如烟走了 足以说明我是不那么重要的 所以压根没人帮我 最终还是服务生 替我打了急救电话 只是太迟了 我看着白不覆盖的妈妈 她一个人躺在那里 无声无息 我居然哭不出来 只觉得浑身都僵住了 此时柳如烟出现在医院 看见我时 她连忙拉着我的胳膊 实则你来得正好 至白就并复发了 你跟我去做检查 我甩开她 柳如烟微争 实则 柳如烟 我不欠你的 我不会去捐骨髓的柳如烟 没想到我会这样跟她说话 顿时沉下脸来 我不是跟你商量 是通知你 跟我走 她是上市公司女总裁 杀法果断 一贯强势 换作从前 我肯定就同意了 只是现在 我们中间隔着一条人命 我绝对不会再做 他们的移动骨髓库 可我低估了她 柳如烟立马叫来保镖 强行将我拖进病房 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不过我妈妈的尸体 还在太平间 我歇斯底里喊道 柳如烟 我妈妈心脏病犯了 人都没了 你还要戳我的骨髓 你还是不是人 这辈子 我不会原谅你 柳如烟 没眼间闪过一丝错愕 你说什么 我眼里通红 不信 你去问问 婚礼现场 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柳如烟 闽唇不语 良久才到 实则 适者一意 活下来的人 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呢 我一口血 差点喷出来 她怎么能说出 这样的话 是了 在她眼里 任何人都不如 她的沉滞白重要 我妈这个病秧子 更是累赘 现在死了 岂不是合了 他们的心意 我冷笑 我不捐 谁也别想威胁我 我妈都死了 我再也不会求她 柳如烟谋色微沉 这是她生气的前兆 她正要大怒 后面传来一声 娇弱难音 不用了 既然则哥哥不乐意 我们就别勉强了 沉直白舞着胸口 一脸脆弱 站在门口 柳如烟一看 当即过去 将她搂在怀里 不行 你最重要 她不捐 我有的是办法文言 沉直白 缩在她的怀里 冲我挑衅一笑 我墨地冷笑 我是不会捐的 有本事 你弄死我好了 柳如烟 眼神闪过一丝灵力 我丝毫不惧 直接对上 她冷声道 你也不想 你妈妈的尸体有事吧 我顿时一愣 随后一股怒火涌上来 柳如烟 你敢 捐了骨髓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她搂着沉直白离开 我瘫坐在地上 知道她一定做得出来 柳如烟 你会后悔的 听见我歇斯底里的哭声 柳如烟争住了 但是脚步只是短暂的停留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深吸一口气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被她的保镖提了起来 柳总说了 在此之前 你要进行一次检查 什么时候捐了骨髓 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 我不由大喊 你们这是犯法的 放开我 但是我一人微言轻 根本就没有办法 和他们抗衡 我被拖到了手术室里 当白大褂拿着针筒 过来的时候 我顿时紧张起来 她提醒我 想想你妈妈 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我苦笑 针筒戳进来的那一刹那 痛彻心扉 感觉到身体好像被抽空了 紧跟着晕了过去 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 四周空无一人 只有我躺在病床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有护士过来看我 你醒了 回去好好休养 我顾不上疼痛 一把抓住了她 柳如烟呢 我妈妈的尸体 在什么地方 护士一脸为难 这个我不太知道 你只能问刘总了 我一下子就翻身下床 摔在地上 门外走进来一个人 正是柳如烟 她赶紧过来 将我扶到了床上 我揪住她的衣领 柳如烟我妈妈呢 放心 已经送到殡仪馆 你随时都可以过去 我当时就要走 她按住了我 医生说过了 你才刚刚抽了骨髓 现在需要休息 不需要 我甩开柳如烟的手 脸上带着一丝冷漠 你记住 这是我最后一次 捐赠骨髓 从今以后 你我各不相欠 说完我推开她 柳如烟死死拽住我的手腕 你别闹了行吗 没有骨髓 直白会死的 我觉得好笑 是吗 可你在婚礼现场 丢下我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我妈会因为这件事情 离开我 我只有她一个亲人了 柳如烟看着我通红的眼眸 微醋眉头 对不起 婚礼 我可以补给你 柳先生的位置 我留给你 谁稀罕 柳先生 真的是好大的荣光 柳如烟 你不会以为这样 我就会原谅你吧 我希望从她的眼睛里 看出一丝愧疚 只可惜没有 柳如烟深吸一口气 我会补偿你的 补偿 我们中间隔着一条人命 杀人偿命 你把你的命补偿给我好了 柳如烟有些不耐烦了 实则 适可而止 有些时候 死亡或许是解脱 我抬手就是一巴掌 柳如烟的脸偏向一边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阿烟 阿烟你怎么了 陈志白穿着病号服 脸色苍白 连忙扑了过来 阿烟 你怎么可以打人 他对着我怒目而视 我冷笑 打他都是轻的 怎么柳如烟 你说不起我这一巴掌吗 还是说你想要打回来 随便你 我昂着头看着他 柳如烟叹了一口气 刚要说话 我捂着自己的手 直接离开 你去哪里 用不着你管 我说过了 你我各不相欠 我甩开他 柳如烟刚要追过来 陈志白突然一个脚软 倒在他的怀里 止住了柳如烟的脚步 我视而不见 直奔殡仪馆 当初是身份证之后 终于看见母亲的尸体 他从冰冷的冷柜中 被推了出来 浑身上下都僵硬了 我扑通一声 跪在了他的面前 颤抖着手揭开白布 当看见那张熟悉的脸时 我感觉浑身僵住了 嗓子眼里 却只能发出干涸的声音 哭不出来 根本没办法宣泄 心痛得快要裂开了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 冰凉僵硬 和记忆中那双温暖的手 完全不一样 依稀记得婚礼前 妈妈搂着我柔声道 我们小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今后就算妈妈不在 你也可以有人照顾那时候 我们都没想到 柳如烟会选择陈志白 都是我 是我太天真 满以为自己可以待在他身边 几年的付出 就能获得他的真心 我实在高估了自己 也低估了陈志白 在他心中的地位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还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提醒我 石先生 可以了吗 时间到了 我退到一边 压着嗓子点点头 亲眼看着妈妈被推进火化炉中 再出来的时候 只剩下一个小盒子 我捧着骨灰盒紧皱眉头 妈妈生前一辈子都困在那个小城市里 从来没有出去过 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着我能够找到好的婚姻 只是现在 我连一个像样的墓地都买不起 我手头上没那么多钱 只能套现 好不容易凑足了三万块 工作人员连忙跑了过来 石先生 有人花了大价钱给你换了一个高档的墓穴 就在那边 坐北朝南 风水很好 我不由得愣住了 你说什么 是谁 他还没走 姓柳听见这话 我立马朝着前面的办公区域走过去 看到柳如烟的那一刹那 我不由得捏紧了拳头 柳如烟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柳如烟看着我 实则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你收下 我的心里会好受一点不用啊 我们小门小户的 受不起你的大恩大德 柳如烟好看的眉眼 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实则 你在矫情什么 不就是一场婚礼 你妈妈去世 我也不想看到 但她本身就有病 你能不能别钻牛角尖 这话从她的嘴里 说出来格外无情 我深吸一口气 我说过 你我之间隔着一条人命 我不会原谅 收起你的伪善 我妈妈在的时候 柳如烟从未过来看她 直到身体快要不行了 柳如烟才说见她一面 婚礼的事 也是柳如烟做主 我妈妈说的婚礼事宜 她毫不在乎 只是当做一次人脉积累 所以 才没人理会我们的生死 文言 柳如烟怒了 实则 你别不识抬举 她也是我的婆婆 让她入土安息才是 不然 你愿意看着她 就这么寒沉入葬 不由分说 柳如烟抢过我手里的骨灰盒 交给一旁的工作人员 立马下葬 又对着一旁的秘书 让柳氏集团高层领导 全都过来出席 通知媒体 我不由地捏紧了拳头 柳如烟 你又想干什么 我妈妈的葬礼 不是你宣传公司的工具 我也不会假手他人 实则 我只是想要补偿 柳如烟沉生道 婚礼上是我不对 我丢下你不管 这确实有错 志白说的没错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我公开宣布的柳先生 我必须要做出回应 不然的话 你以后的路会很难走 所以 这也是陈志白的主意 我抬头看着她 柳如烟点点头 志白是为你着想 你要知道 够了 我打断她 处处听一个小白脸指挥 柳如烟 真觉得对不住我 就别来沾边 好吗 柳如烟眉头紧簇 你何必对她抱有偏见 要知道那天婚礼 你别跟我提婚礼 婚礼上我妈没了 是我这辈子的痛 我永远都不想原谅 但求和你保持距离 咱们好聚好散可以吗 我的事情也不用你管 咱们两个解除婚约 幸好没有打正 否则的话 还得离婚 我庆幸当时并没有和她打结婚证 这也是陈志白当时极力反对的 我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是害怕我真的成了柳先生 以后就不好收场 所以才劝说柳如烟先不和我打正 现在我反而庆幸 而柳如烟不高兴了 我也不管她的脸色如何 伸手就要将骨灰盒抢过来 柳如烟去愣住了 就这么办 葬礼之后 我放你自由 我没办法和她争辩 只能跪了下来 柳如烟看见我当即愣住了 柳总裁 我求你了 还我自由好吗 我妈妈应该不想被你利用 更不想在你的指挥下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 她只是我的母亲 她是我一个人的母亲 柳如烟 我求你了 看在过去几年 我捐了两次骨髓的份上 求你了 我脑子里面晕晕沉沉的 自从捐了骨髓之后 还没有来得及休养 就已经到了这里 现在我浑身力气抽劲了 柳如烟看着我神情有些松动 而就在这时 她的电话响了 我瞥见她屏幕上 沉滞白三的字 顿时脑海中 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来 接完电话的柳如烟 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坚定 就这么决定了 不要再说 实则你好好休息 后时由我来操办 她将骨灰盒交给身边的人 一把拽着我 将我塞进车里 随后不顾我的反对 带着我回到了别墅 刚下车 陈之白连忙赢了上来 实则你终于回来了 我跟阿烟说 一定要补偿伯母 所以这一次的葬礼 就由我来亲自主持 好不好 我被她气得脑子发晕 亮枪了两步以后 浑身都冒冷汗了 柳如烟 你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呢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你非要这么做 我捂着双臂蹲下来 浑身冷汗连连 陈之白渲燃玉气 你这是怪我吗 我也不想的 柳如烟不悦 实则 你够了吧 之白身体不舒服 还想着弥补你 你能不能别闹了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想要一死白了 是不是我死了 你们才能放过我 是不是 柳如烟 我抬头看她 眼神涣散 柳如烟愣愣住了 紧跟着眼里蹦出一抹震惊 还有慌张 失去意识那一刻 我看见柳如烟连忙冲我跑过来 再次醒来的时候 四周全部都是消毒水的味道 柳如烟守在我的身边 见我醒了 紧紧握着我的手 实则 你好点没 我用力抽了回来 一言不发 我知道现在说再多也没有办法 看见我眼神空洞躺在床上 柳如烟着急了 实则你跟我说说话 你别这样好嘛 我一直盯着天花板 回想着之前和柳如烟第一次见面 当时 我刚到公司实习 中午休息 我一个人去了楼梯间 结果 就看见陈之白点着脚尖 站在柳如烟身边 红着脸跟他告白 但是柳如烟拒绝了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俩关系那么好 柳如烟居然会拒绝陈之白 而我好死不死 恰好经过听见了全部过程 陈之白自此以后就对我产生敌意 实习期间屡次跟我过不去 甚至还公开表示要让我待不下去 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得了绝症 要骨髓移植 全公司上下在柳如烟的受益之下 开始做配型 而我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自此以后 我从基层实习员工 一跃成为总裁助理 柳如烟对我续寒问暖 我沉浸其中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我 被柳如烟的温情暖意所迷惑 一下子就陷了进去 我答应给陈之白捐水 但是自那以后我就不能离开了 用柳如烟的话说 我是陈之白的救命恩人 也是他的生命保障 所以我只能待在他们的身边 作为交换 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 把我妈从小城市接过来 我承认当时我被柳如烟的外表所蒙骗 相信他 这之后又因为陈之白 有意无意地介入 导致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十分奇怪 用我妈的话说 我是一个非常实心眼的孩子 一旦认定了那个人 就会不顾一切地往里冲 用自己的温柔去融化 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 五年了 我在柳如烟身边待了五年 陈之白也与我纠缠了五年 这五年 我跟柳如烟之间的关系 一直若即若离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究竟这样对不对 但是现在想想 离开柳如烟 好像我也有别的选择 至少我能工作 我妈离开之前握着我的手 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要看着我结婚 这样她才能够放心 可没有想到柳如烟居然会这样做 我和她之间所有的情谊 都在她毫不犹豫离开我时 分崩离析 只是现在追究责任 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满心里想着的 只是从她身边逃离 而柳如烟看见我这样 最终还是忍不住了 实则 实则 她拼命地晃动着我的肩膀 一把将我抱了起来 实则 说话 你究竟想要什么 告诉我 我一定会满足你 我还是沉默不语 在柳如烟的心中 一切根本比不上陈志白 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 只要陈志白一句话 就会推翻重来 所以现在让我说又有什么意义 我并不搭理 柳如烟着急了 她红着眼睛看着我 是不是 只要我答应你 将你母亲的骨灰还给你 你就会再看我一眼 这时我眼神才有了一丝松动 扭头看着柳如烟 我要离开你 只答应这一点就够了 文言柳如烟顿时愣住了 她紧紧捏着拳头 你就是不信我 对不对 柳如烟 我累了 你跟陈志白之间的种种与我无关 你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 看看你的心究竟里面装的是谁 我扭过头去不再看她 柳如烟沉默良久 这才说 你在这儿好好休息 我先出去 她转身离开 我松了一口气 摸出枕头下放置的一部手机 想了想之后 发了条信息给陈志白 你以为你赢了吗 实际上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只要我不愿意 柳如烟永远都不会选择你 陈志白 希望你能给力点 半个小时之后 陈志白气势汹汹 来到了我的病房 看见我躺在床上 她不由地冷笑着 实则 你以为当柳先生就了不起吗 你这辈子都得不到她的爱 我就不一样了 只要我动动手指头 她就会不顾一切放弃你 我平静地看着她 所以 得不到的永远在激动 你那么做 柳如烟知道了 会有什么后果 你想过吗 陈志白赤笑 柳如烟相信我就够了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实则 这辈子有机会当柳先生 是你的荣幸 像你这样的底层 能够跨越阶层 就偷着乐吧 还痴心妄想 让阿烟嫁给你 你配吗 看着她那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突然好奇 我捐了骨髓 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 虚弱不已 怎么陈志白跟没事人一样 好像根本不像个病人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因为我看到你告白被拒绝 所以你才会不遗余力报复 陈志白笑起来伸出手掐住我的下巴 是啊 你算什么 居然亏见我的秘密 你这样的 就只配被我玩弄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病 但是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只要我开口 无论是什么 她都会不遗余力地找到今天是你的骨髓 以后是你的器官 只要我需要 柳如烟就会双手递到我的跟前 你拿什么跟我比 她拍拍我的脸 识相地就乖乖听话 或许还有机会活得久一点 原来如此 陈志白这个巅工 发疯害死了我的妈妈 我怎么可能放过她 陈志白你真没用 用了五年都没能让柳如烟接受你 即便她对你掏心掏肺又怎么样 她可是从来没有想过 要让你做柳先生 柳家也不可能去选一个病秧子的 陈志白没病 我实在是震惊不已 但是转念一想 她把自己的所有后路都给堵死了 就算柳如烟心中有她 但是柳家不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人当孤野 果然 陈志白听见我这样说顿时怒了 你懂什么 只要我痊愈了 一切皆有可能 白血病复发 你觉得你会有痊愈的可能吗 我冷笑着看着她 就算你的病是假的 可是大家信了 你把所有的后路全部堵死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 不会这么蠢 陈志白 你这辈子当不成柳先生了 最多就是个不光彩的小三 我的话引起她不满 陈志白顿时气急败坏 抬手狠狠抽了我一耳光 又掐住我的脖子 实则 你这样的我年死了都没人在乎 婚礼上我是故意晕倒的 我就是要让你看清楚 我在柳如烟心中是什么地位 你永远都斗不过我 即便柳先生的位置给了你又怎么样 你等着 我会让柳如烟再一次捅你一道 这场葬礼我会如期举行 你妈妈的骨灰 我也不会留着 就用最近流行的海葬好了 直接扬了 我怒了 陈志白去拍拍我的脸 转身笑眯眯离开 看见他这嘴脸 我拿过手机来关了直播 陈志白 希望你还能笑出来 他在公众眼里 一向是一个坚强的男孩 他营造的人设 就是绝症男孩的坚强日记 里面记录了他生病的每一天 稀粉百万 现在我的直播曝光了他的真面目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当面一套背面一套 这双面人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当初看见他在抖音上说 自己得了白血病进行骨髓移植 我问他骨髓移植来自于何处 难怪他支支吾吾不肯说 搞了半天是随时养在身边 当他的一栋骨髓 真可怕 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查一查柳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据说这男的在柳如烟的婚礼上被丢下来 他的母亲也死了 真可怜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 只要用得好就可以砍向任何人 我知道柳如烟不会放过我 但是这也是谨慎的机会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 我长舒一口气 靠在病床上 柳如烟没过一会儿就匆匆赶过来 看见我时 他亮枪了两步 实则 我 柳如烟 看清楚了吗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陈志白 这五年 他他对我做了些什么 你当真一无所知吗 每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事后再给我补偿 谁稀罕 双标狗以后离我远点 另外我已经报警了 我把墓园里的视频也烤下来了 证明是你抢走了我妈妈的骨灰 如果你不还给我 我一定会告你到你坐牢为止 柳氏集团的总裁就算在有钱 也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柳如烟顿时捏紧了拳头 随后苦笑 是我对不起你 你要怎么惩罚我都是应该的 只求你不要离开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 他心中所想全部破碎 没想到陈志白骗了五年 就因为告白失败被我看到了 所以加倍折磨我 他布下了这盘棋局 输得彻底 柳如烟的恳求让我不禁冷笑 我抬手就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是替我妈打的 你对不起她 我又给了她一耳光 柳如烟的脸左右两边对称的红肿起来 这巴掌是为了我自己 五年了 我做你的舔狗五年 事事以你为先 处处为你着想 总想着自己能够感动你 可没有想到感动的是我自己 柳如烟 我们两清了 把骨灰还给我 我不会再计较你之前的种种 此时柳如烟看着我 骨灰可以给你 但求你不要离开我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不要离开你 在你伤害了我害死了我妈妈之后 我永远不会原谅柳如烟 我不爱了 我推开她直接走下病床 柳如烟着急了 你身体若千万别 你不想见我 我走好吗 她慌乱后退 和一开始的沙发果断与冷漠截然不同 我笑了笑 柳如烟 以后再也不见警察来得很快 责令柳如烟将骨灰盒还给我 我迅速给我妈下葬 等到入土为安之后 我才长舒一口气 跪在墓碑前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良久才到 妈妈 你放心 未来的日子我会过得很好 现在的我谁也欺负不了 我不爱柳如烟了 不会再受她掣肘微风拂过我的脸颊 仿佛听见了我的心声 妈妈最不忍心看我受伤 如今看见我一个人在这 一定是她过来看我了 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 以前和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我总觉得自己是她的唯一 即便陈志白在一旁阴阳怪气 我都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柳如烟选择的人是我 可是现在想想 她的爱是枷锁 不 那不能被称之为爱 那只是交换 她把感情当作是物品 等价交换 柳如烟是生意人 向来不做亏本的买卖 在这场不对等的交易当中 明显她觉得我占了便宜 所以理所应当让我付出的更多一些 可是爱情不是买卖 谁付出多谁付出少 会在另外的地方相互弥补 而不是像柳如烟这样 只知道一味的去索取 而我也没有搭理她 柳如烟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接 网友们对于柳如烟和陈志白 一点都没放过 我的社交平台被网友们发现 手机号码也被曝光了 一天能收好几百条问候信息 我都没有回复 有些时候冷静处理好很多 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回复 大家都在猜测 是不是柳如烟软禁了我 全网都在担心我 而我已经收拾东西搬出来了 柳如烟每天在楼下等我 我都闭门不出 原本我也想休息休息 捐骨髓也是很伤身体的 五年内捐了两次 这身子可经不住这样折腾 我不出去 柳如烟就频繁给我送花送吃的 我全扔了 可她还是乐此不疲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当天晚上穿着外套就下去了 柳如烟看见我出来 顿时眼睛一亮 实则 你终于愿意见我了 柳如烟 你够了我看着她无声叹息 现在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你要知道 破镜重渊之后 也是有条裂缝的 我们回不去了 不会的 不会的 陈志白 我已经把她赶出去了 甚至还打断了她的腿 今后再也不会让她来骚扰你 她所做的那些坏事 证据我已经整理好 交给了警察 后续她也会付出代价 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 我从来没有见过柳如烟这样紧张 她看着我不敢靠近 只是默默地等着我的回答 我抬头对上她的目光 这才惊觉 一段时间不见 柳如烟整个人瘦了一圈 丝毫没有以前意气风发的样子 我只是挑挑眉头 柳如烟 太迟了 如果你在纠缠 我会离开这座城市 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柳如烟眼里闪过一丝愧疚 她默默退了出去 大概知道 我说得出做得到 自从心里没有她的位置之后 我的心肠变得异常的冷硬 离开 不是随口说说 我是真的打算远离的 柳如烟生怕我突然不见 时不时派人过来看我 只是自己不敢出现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见面 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些最难熬的日子 我长舒一口气 却在当天看到空降热搜 柳如烟被抓 也不知道是不是舆论使然 有工作组进驻开始调查 她之前做的那些事情也被曝光出来 尤其是帮着陈之白 要求全公司员工配合医生配刑 当年的视频曝光 同时还有柳如烟在公司群里的通知 当初 柳如烟强硬要求每个人都要参加配刑 碍于她的强大势力 员工们怨声载道却不敢反抗 但是 现在曝光出来 顿时引发网友热议 胆子真大 怎么敢的 员工都不反抗吗 反抗 想多了 早上签署的放弃配刑 中午你远在国外的儿子 就会打电话哭诉 当年的柳如烟就是这么横 柳如烟真是饿了 非得盯着陈之白 这男人长得也不好看呀 好不好看不重要 重要的是对胃口 我看陈之白也是眉清目秀 就我在关心 是不是就这次使则被选出来的 好像是 陈之白歹毒 柳如烟是傻逼吗 假装有病都能门混过关 那些医疗机构够上判刑了吧 柳如烟无言以对 大家纷纷指责 舆论如同潮水一般扑面而来 柳氏集团被打得措手不及 很明显柳如烟着急了 他年纪轻轻就坐上了这个位置 手段伶俐 有不少人都盯着他 而柳家的生意也不是那么光彩 有些灰色产业被曝光出来直接查收 还有人实名举报柳如烟公司税务有问题 他当场就被带走 连同公司几个高管都进去配合调查了 当初我在公司实习 陈志白仗着柳如烟为所欲为 多少实习生还有员工 都是被陈志白整治过的 只是柳如烟一直看不清楚 处处维护他 现在树倒狐孙散 柳如烟被抓 陈志白的破事也被扒出来 公司内幕纷纷被曝光 举报人我是不认识的 但我想 估计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毕竟没有谁会不顾前程 我笑了起来 没想到柳如烟倒了 所有人都能踩他一脚 不过这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收拾好行囊之后 我打算先去旅游 戴上妈妈生前最喜欢的那条项链 我在临走之前 去了常去的那家餐厅 远远就看见一个奇怪的男人 他拖着双腿正在人行道上行走 与其说是行走 实际上就是爬 只是时不时地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恶意 每一个人从他身边经过都嫌恶不已 苍蝇围着踏踏转 他棚头垢面 衣服脏兮兮的 看不出什么颜色 我有些迟疑朝他走过去 并不是多好心 只是看他有些眼熟 等到走近了以后才发现 果真是陈志白 他被柳如烟敲断了腿 丢在大街上 剥夺了一切 而陈家也没护着他 毕竟他已经让柳如烟遭了罪 陈家自然不敢护着 免得被牵连 看到我的那一刻 陈志白顿时面红耳赤 还想对我呲牙咧嘴 但是根本就站不起来 如今的他趴在地上 只能扭曲爬行 用罪恶臭的语言辱骂我 不料刚刚一开口 就被路边的几个熊孩子 泼了一身的脏水 他顿时尖叫起来 而我则笑笑 陈志白大概想不到 有朝一日 他也有被人践踏 踩在脚底下的时候 梦醒时分 他是否觉得自己的过去 就是一场噩梦 曾经有他在 我的每一天都是煎熬 不管我怎么恳求 怎么退避三射 他总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现在看他 我只觉得可怜又可悲 陈志白哭着喊着求人帮忙 但没人愿意搭理他 我摇摇头擦肩而过 他怒吼道 实则你满意了吧 我受到了报应 你满意了吧 怎么能满意 他只能更惨才对 毕竟我妈妈已经没了 而他还活着 我从他的边上走过去 陈志白看着我的背影 不断嘶吼着尖叫着 引来的确实路人的打骂 我不以为然 直接离开 律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有些意外 彼时我已经在机场了 他跟我说柳如烟想要见我 我吃笑一声 告诉他 没必要 这辈子我都不会见他的 柳如烟 并不是我恨到极致 而是现在不想恨了 与其和你纠缠 倒不如忘了你 不再纠缠 放下过去 全文完